大神官伦布里的偶像之路坎坷不平,竟被卷入富婆包养的丑闻里 机制经纪人巧用苦肉剂,利用偶像受伤莫得同情化解危机 翻红之后还意外开启男男CP的特殊属性 前不久,在上台表演之前,伦布里突然遭到麻袋套头被带走 几人将他架出了电视台,摘下头套一看,行凶者居然是社长 社长看起来很着急,点开女社长的照片,询问伦布里 是否有接收过他的赞助,但伦布里并不理解何谓赞助 只是声称自己和他有过一面之缘,并且收下了对方的名片 社长十分头疼,因为他刚刚得到了信息 女社长被曝出赞助男偶像的丑闻,言语的名字也赫然在列 还未等伦布里做出辩解,几辆警车就呼啸而来,将他强行带走 很快,言语涉及赞助丑闻被警方拘捕的画面就传遍了网络 经纪公司电话被打爆,社长和金达只能四处奔走,想办法救助他 来到审讯室,伦布里还不能理解,这场无望之灾究竟是如何降临在自己身上 这时,一个兜茂男人悄悄潜入警局监控室,关闭了审讯室的监控 他已经请示过副会长,迫不及待地前来杀死伦布里 伦布里想要抵抗,却发现自己突然失去了神力,因此只能用肉体挡住落下的力气 两人在僵持之中,伦布里看清了兜茂男的身份 他是一个幻神,在异世界里也有这样的存在 这群人原本是人类,可为了一些想要达到的目的,将自己出卖给了魔王 伦布里试着去感化兜茂男,然而成为换身的人都带着强烈的仇恨 兜茂男不仅没有被打斗,还将伦布里刺成重伤 伦布里只能逃到走廊,索性这时金达赶到,兜茂男只能放弃追杀 金达立刻喊来警察,对伦布里进行紧急救护 途中伦布里因为受伤,已经气弱犹斯 但还是笑着感谢金达相信自己 他这时候选择来到警局,并然是觉得自己没有接受过赞助 看着伦布里苍白的笑容,金达的心揪成了一团 他一定要为伦布里解围 大脑在飞速旋转,突然金达灵光一闪 他知道此刻警局大门外一定等着很多媒体 他放弃了从后门离开的决定 推着受伤的言语,故意出现在媒体面前 果然言语一出面,照相机就对他拍个不停 金达告诉媒体们,言语遭到了激进人士的袭击 有些人只是看了新闻,就前来伤害言语 但事实上,言语根本没有接受赞助 公司一定会对造谣者追究到底 说完,金达刻意掉落了一张手机通信记录 有记者前起一看,发现言语和女社长的联络仅有一条短信 经过金达的这场安排,网络上对言语的风评开始逆转 许多人开始支持他,相信他没有接受赞助 从警局匆匆逃走的斗茂南,在小巷子里被副会长截下 他质问斗茂南释放的主人是谁,为何要杀死伦布里 斗茂南不断挣扎,但还是极力为主人开解 直言一切都是自己的行动,他只是想获得伦布里的力量 副会长放开了他,只是警告斗茂南不要再插手自己的肾 不要接近伦布里,斗茂南的行动失败,他回到了主人所在的地方 为了不打草惊蛇,让伦布里一行人调查到斗茂南 一个红衣女人将他杀死 与此同时,在地狱里,阎王发现阳间有一股力量 将阴间的五只妖怪守卫召唤了出来 他再次焦头烂额,不知一直扰乱阴阳两界的究竟是何人 另一面,伦布里来到医院包扎伤口,早已习惯用神圣之力治愈了他 第一次忍受麻药和缝针的痛苦 金达只好用手挡住伦布里的视线,用各种美食转移他的注意力 虽然金达努力表现得正常,但伦布里还是发现他浑身颤抖,内心不安 为了开解金达,伦布里主动说起自己的故事 其实他并非一出生就是大神官 在异世界里,伦布里原本是一个普通村民 二十多岁时,魔王袭击了村子,杀死了他的家人和朋友 伦布里也命悬一线 好在关键时刻,雷德林之神出现,将伦布里救了下来 从此之后,他便立誓成为大神官 结果雷德林之神的人词拯救世人 伦布里说完后,让金达也说出心神 金达想了想,说出了莉莉的遭遇 曾经因为自己的失误,当时莉莉想不开 虽然抢救了回来,但莉莉至今还未醒来 今天将受伤的伦布里送去治疗的画面 可当年他抢救莉莉时如出一辙 往事重现,让金达的心情不能平静 隔天,伦布里回到宿舍里 社长和成员们热情欢迎 此时有成员发现,网络上的实时热搜 又有言语的名字 一群人立刻点进话题查看 发现是第三轮比赛的赛前预告 预告里有毒的节目组 又将言语和小心的关系渲染得暧昧不清 看来上一次,言语和眼镜大叔吵CP 带来的热烈反响让节目组掌握了流量密码 那就是给言语配对 不久后唱歌比赛结束 虽然言语只得到了第五名 但是热度和人气依然高涨 社长决定趁着东风推出组合的新单曲 在公司会议上,社长播放了歌曲的小样 金达一听就觉得差强人意 并不适合走红 但他不敢直接指出社长的审美有问题 只能举手请求参与后续的编曲 员工主动干活,那有不答应的道理 社长欣然同意 今日,伦布里有拍摄电视剧的行程 伦布里一到片场就开始缠着老孟 说服他接受自己 邀请自己加入红语大队 和老孟打心底就看不起偶像组合 尤其是最近言语还有赞助丑闻 面对伦布里的热情 老孟冷脸相对,爱搭布里 谁知伦布里像个牛皮糖 不顾剧组其他人的目光,大声恳求老孟接受自己 或许是因为言语总是和各种男艺人吵CP 这句话实在是太有其意 直接让老孟羞得大声喝止 一转身,老孟遇到了副会长 原来副会长也查到了红语大队的存在 还让老孟转告教会首领 不要再参与进自己和伦布里的恩怨之中 今日的拍摄结束 伦布里上车后发现金达十分困倦 便想要陪他休息一番 两人聊着天,金达就这样睡了过去 伦布里轻抚着金达的脸 捏手捏脚地下了车 转眼他来到了医院 站在莉莉的病床前 对他的身体灌注了神圣之力 不久后,金达被电话吵醒 医院通知他,莉莉已经醒来 金达立刻赶到病房门口 透过门上的玻璃看到莉莉的状态 他正在发脾气 看起来十分歇斯底里 金达不敢多看一眼 立刻转身跑开 伦布里跑了过来 扶着呼吸困难的金达坐下 他很疑惑 为何救醒了莉莉 不管是莉莉本人还是金达 都变得更加痛苦 金达哭着回答 以为莉莉本来就厌恶活着 这都是网上那些黑粉和恶评的错 一边说着 金达的恐慌症再次发作 伦布里抚摸着他的脸 用言语引导安抚 金达渐渐平静下来 他多希望自己能出生在异世间 但伦布里还未信奉宗教前 与他相遇 说完 金达晕倒在伦布里的怀里 本集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视大咖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